曾经理你好 你好 来介绍你们长闪阁吧 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竹山长闪阁 我们是一家专门做闪的一家工厂 那我们原生我们是做闪头起家的 然后因为经过时代变迁 闪头已经没有人要买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比较有特色的闪 等一下稍后会帮你做介绍 一般游览车来我们就会 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有做一个彩色的天空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做过 大家做过代工的一些闪 布置在上面 那我们的左手边 这边有做一个闪的文化墙 那一般如果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的带说 每一个闪的文化 例如说闪是什么人发明的 闪是那个鲁班的老婆 云士发明的 那以前是很有钱的人 你才可以用闪 因为闪以前是用丝绸做的 所以丝绸的话就是有钱人才可以用丝绸 后来什么时候普及化就是油脂的时候 变成油脂闪出来的时候 这个闪才普及化到大家这样子 台湾是全世界一个送闪会闪的一个国家 全世界任何的国家你送闪给别人都是一个保护 我想要为你遮封闭于保护的作用 只有我们台湾人送后算来算去而已 因为台语谐音的关系吗 对对台语谐音的关系 那因为闪这个字 你看闪这个字 它就是50个人组成的一把的闪嘛 对不对 这个字有50个人 所以闪应该是属于多子多孙的一个保护的意味这样子 那我们除了我们有做这种小支的手握的 我们有做这种户外庭园闪 这种大支的户外庭园闪 这个就是咖啡厅或是农场 他们在用的那种户外庭园闪 那如果游览车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游览车进我们的试听室 那我们就会介绍我们比较特殊的闪 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试听室 帮你介绍一下我们比较特殊的闪 我们的试听室基本上可以同时容纳三辆游览车的人 在台湾制作你不可以制作一般只遮阳遮雨的闪 它要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说我们比较特殊的就是这种两用拐杖闪 那它的特殊点在哪 就是说它可以耐重125公斤 所以我整个人可以立在这把闪上面 这把闪不会被我弄坏掉 所以中间骨架就非常粗就对 你老人家如果还要遮阳遮雨把闪打开 它还需要拐杖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按钮 它一按它可以拉出另外一把拐杖 所以你可以同时遮阳遮雨 而且还有拐杖可以使用 那如果遇到你在散步的时候 刚好遇到有狗要咬你 或者是有歹徒要攻击你 就可以这个遮挡 然后这个做一个攻击的一个 这样子 闪是唯一你可以拿在手上的一个合法的武器 所以一把好闪 一把坚固的伞真的对喜欢散步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这个对老人家真的很有帮助 你真的哪天在户外散步真的遇到野狗的时候 又可以挡又可以打 对那并不是所有人都很老 像这种就是可以调节高度的 有人上下坡什么配合升高 对你就是例如说这样子 你需要比较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调高 然后这样子下去 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膝盖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调整高度的 有电灯的 有电风扇的 其实我们都做很久 做大概有20年了吧 这以前叫做光剑闪 这边有LED 然后这边有一个手电筒 真的这个 这个就是让你照下面的路 你走啊这个就是这样子走会比较安全 这个都已经做很久 这个做二三十年了 可是市面上基本上还是看不到 然后这个是里面有电风扇的 他这边有电风扇在 往下吹刚好吹你的头 对不是电风扇闪要这样子拿 吹脖子才会凉 吹头不会凉 所以那这边有网子 你可以避免说 万一你的头发被绞进去还是怎么样 不会 被嘎进去 对这个五点红五点会 其实都已经做非常非常久了 那当然有做比较传统的 例如说比较复古型的 这种24只骨的 他就感觉起来像油脂伞的感觉 感觉比较优雅 对就比较像油脂伞 比较像油脂伞 所以一般是几个支架 一般是八支八卦伞 所以做到二师 那相对就比较耐用 对不对 那近年来就是有一些学生伞的需要 他就是做这边是没有猪尾的 所以你跟人家碰触的时候 你不会去去刺到别人 怕刺到 对 所以这个就衍生出来了 有比较可爱的儿童伞 像这种 对真的小学生不能带雨伞 就是怕那个尖头刺到别人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就可以克服了 前几年在疫情前 因为现在伞已经不能带上飞机了 所以要放在行李箱 对不对 因为伞是一种武器 我们就带说这把伞是一个拐杖 然后这个有申请专利 就是说调整你要的高度之后 把这边把它锁紧 它就变成一个拐杖 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couchon 它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带出国的 这样子的一个伸缩的一个拐杖 我们也可以客制化做这一种 例如说这个是日月潭的伞 日月潭的伞 科制化 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伞 什么图案都可以 对这个是那个电脑那个噴的 噴涂的 那最新的伞是 大概是这一支吧 这一支是懒人伞 怎么说懒人伞 因为它不用收 它的伞型在你收拾的时候 它已经好了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绕圈圈 它就顺了 一般的伞 像这个 你要收的时候 你要在那边折这个边边 最新的就不用了 等于你布纹都已经设计好 收起来就是顺的 它里面有一个塑胶片 这边有一个塑胶片 去把那个形状帮你抓出来就对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依照那个痕迹来找它的 大家都会问说 颱风天可以拿什么伞 奉劝各位颱风天不要出门 对不对 这种伞是唯一不怕风的伞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反那个战斗机的造型 所以你这样子拿 它就是可以属于遮阳的 所以它有衍生出来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做成脚踏车伞 这个架子就是会架在脚踏车上面 然后这样子就是可以遮阳 因为它设计它的吃风会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它永远会是这样子的 你这样子骑的话 它这边会依照如果说 有侧风很强 例如说有一台沙石车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转这样子 然后再转回来这样子 对 前几年就是比较流行这种开车专用的反向伞 这个是自动收反向伞 就是你要上车 这个的时候车门拉起来这样子收 这样子收进来 这样买到好拐 对 近几年因为我们是专门做木头的 所以我们有单纯的做拐杖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还做的 比较特殊的伞 就是不是只有遮阳蛭移 我们就是可以做比较特殊的伞 就要想尽办法一直开发新功能就对 因为什么伞都有人需要 做一些新的功能 那我們在這邊幫客人介紹之後 我們就會帶他去看一把 我們世界上最大的木傘 我們從這邊 來 這一把傘高度是7.2公尺 打開的寬度是10.5公尺 重量有500公斤重 它是一把傘 所以它是可以收下來的 就是這一把 往上看 好 我們現在收下來給各位看 傘就是要可以開收才是傘 不能開收它就是兩挺 基本上我們都會收到這樣子而已 不會收下來 因為收下來它的長骨跟直骨 如果垂直的話 你就變成打不開 所以一般開傘的時候 大家覺得不好開 為什麼 因為你要使用錢搖一搖 你要把它短骨跟長骨 就是擁有一點距離 這樣子才好開 所以 太密合的話就不好開 對 它就是兩個垂直的話就打不開 最大的木傘 那因為我們有做這種小隻的庭園傘 我想說做一支最大的傘在我們的館裡面 所以為什麼叫藏傘隔 就是有一把傘藏在裡面 那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動線有一點在變化 所以現在恢復了嗎 還沒還沒 疫情就都還沒有過 人都還沒有出來 我們介紹完之後 所有的就是會帶來這邊 我們的門事部 就是我們的傘 例如說一般 我們遊客大部分還是會來自遊覽車 遊覽車 會坐遊覽車大部分都是年紀有一點偏大的 所以就是我們會首先會介紹拐杖傘 那拐杖做我們把做 會有分做固定的 固定的加大的 可以調高低的跟兩用的 這樣子做給他們先選擇一個 兼顧耐用的拐杖傘 然後才是女生的淑女傘 跟我們剛剛講的 加大自動收的反向傘 或是淑女傘 或是主動的 有電風、有電池 或是 我們也有防身傘 什麼叫防身傘 就是它的中磅是做時薪的 在這邊都是做比較有多功能的 如果是單純的 遮陽遮雨是基本上是比較少的 因為輕薄短小也都是算一種功能 然後像這個就是剛剛介紹的 自動收的反向傘 就是開車比較方便的自動 門可以開很小再收 對 才不會說每次下大雨的時候 要上車一整半邊都濕了這樣子 所以你們雨傘應該有外銷吧 現在沒有辦法做外銷耶 前兩年迪士尼有跟我touch過說 要幫我 叫我幫他們做兒童傘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做 因為傘其實都是人工縫的 那現在找不到人縫 你說因為人力不夠 所以沒辦法接訂單 現在傘沒有它還是沒有辦法自動化 它都是用人才切是一次可以切很多 可是你去車縫還是手縫 都是需要人去縫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大量生產 所以它就有一定的價值就對了 對 因為傘又被我們台灣人搞得很便宜 是啊 對啊 你想看看你如果要製作一把傘來 你一個人基本上讓你做不出來 因為它的零配件太多了 那可是因為我們以前台灣是養傘亡國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傘就是很多都是細部分化 搞得大家都賺一點點錢 搞到到最後大家都不賺錢 大家利潤都很低 對 你看你做一件衣服 你可不可以做一件衣服 你做得出來 可是衣服它可以創造價值是幾百上千 什麼潮牌的或是什麼名牌的 它可以上千或上萬對不對 可是你絕對做不出來一把傘 因為傘的它所要的精密度 跟所要的零配件太多了 所以傘是嚴重被低估的東西 連你們這個專門做傘的光光工廠 都沒有辦法做外銷 那小廠怎麼辦 現在台灣基本上已經沒有小廠了 都是大陸進口 大陸跟東南亞那邊進來的 對啊 要不然你看哪裡還有在做傘 基本上沒有了 是要做有功能的傘 如果沒有功能的傘 它就是價值非常的低 所以我剛剛有介紹 基本上有它基本上的一個 特殊的功能 不是只有遮陽遮雨而已 我懂 所以對特殊需求人 他就願意花比較多的錢 對 因為符合它功能 因為我們一把拐杖傘它的耐用程度 可以大概到10年 一把傘就用10年 所以變成了說 做太堅固其實 我們就要等它好像不小心遺失或者是怎麼樣 它才會再另外再購買一支這樣 可是傘通常都是掉了對不對 很少用到壞 這個就是講說跟以前 我們很久以前有零元手機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每天都在找手機 那現在手機一支兩萬三萬 你會不會每天在找手機 它的價值提升了你就會在乎它 那傘就是太便宜了 你不在乎它你就會遺忘它 對啊 去餐廳吃個飯 放外面出來之後就忘記了 對啊 因為它太便宜了 我如果一支傘賣兩萬你就會記得 一定就會帶進去 對啊 所以就是傘的價值是嚴重被低估的 所以它才會是你不在乎它 你就會忘記它就對了 所以你們現在還是在等待復甦期就對了嗎 我們的位置在於竹山工業區 那我們的遊覽車 大部分都是從溪頭30C下來的客人 那現在還有一點冷冷的 那這個天氣你會想去溪頭嗎 所以你說你們的旺季可能是夏天就對了 對我們的旺季就是從下雨到很熱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旺季 淡季的時候就冬天 因為冬天除了台北基隆他們會下雨之外 全台不太多不太會下 所以你們的好壞就是跟著溪頭的好壞就對了 天氣啦跟著天氣啦 如果天氣下雨的來買傘的客人就會增加 因為現在時機比較不好 一般的人不會去說特別買一把傘背著用 你知道嗎 他就等著真的有需要的時候他才會來買這樣子 可是他來觀光廠他會不會期待買那種3-100的那種 有啊也會有啊也是會有啊 因為他就說他常常丟掉啊 所以都買熟的啊 對啊所以我們這邊是比較貴的 就大概500塊以上的 然後我們前面我們慢慢走出去場區 還會有平價的平價就是500塊以下的 我們500塊以上的傘 我們有做一年的免費保固 正常使用壞掉你都可以寄回來 我們就是一年免費維修這樣子 基本上雨傘是由傘頭 這邊就是我們以前做的傘頭 那其實傘頭的樣式有可能超過1萬多種吧 那可是因為這個傘頭都是手去做出來 不是機器車的 所以說一般以前有什麼小狗啦 小貓小豬啦 現在基本上你都看不到了 因為你現在一把傘100塊的話 這個頭可能要佔了80塊 所以你就這種東西就不會再做了 除非單價很高的東西才會用 所以傘頭就是從木頭 一直到現在塑膠比較多這樣子嗎 後來就變成塑膠射出了 所以它可以大量製造 然後就是可以那個 壓低成本 對成本cost down這樣子 好那以前是怎麼做傘頭的 傘頭是怎麼用彎的 傘頭基本上我們示意了 一個木頭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削成薄片 削成一片一片的薄片 然後再上膠 然後就是可能三四十張疊在一起 疊到你要的厚度 然後再用那個高周坡壓成你要的 有模具然後壓成你要的彎度 所以它出來就是像這樣子 它是其實一片一片的薄片去把它 黏著起來 黏著然後用模具用成你要的形狀 然後以前才用刀膜打外徑 外面先打出來 然後才從內徑打一個 所以一支一支的閃頭才是出來的 所以我們那邊有一支彩色的有沒有 就是我們去把一片一片的木片塗成 不同的顏色然後把它壓在一起 所以它就一條一條這樣子的 所以以前的閃頭都是用木片 然後把它壓起來的 閃頭之外就是還有閃架 那閃架基本上都是 現在都是玻璃纖維或碳纖維居多 那當然鐵的也是有 可是現在都是便宜的就會用鐵 那如果價等級最高的就是用碳纖維 因為碳纖維的價格是玻璃纖維的十倍 是 所以也比較耐用是不是 玻璃纖維就是它也不中 可是就是你輕就是還有人要更輕 所以就是那個碳纖維它就可以更輕 然後跟玻璃纖維一樣的耐用這樣子 閃布的話我們基本上都是屬於 那種浮帽的布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就是基本上 雨傘就是傘頭傘架傘布組合而成的 所以那傘布的花色有太多種了 就很難去一一的跟大家做 那以前的傘布都是做沒有上膠的 就是沒有上這種這種類似 那個銀膠或者是黑膠 那因為現在的人比較重視抗紫外線紅外線 因為紫外線是只要有東西擋在你頭上 就可以大概擋掉90%的紫外線 紅外線就是你覺得熱的那個部分 所以那個就是要上銀膠或黑膠 就可以擋掉大概90% 90幾的紅外線跟紫外線這樣子 所以隨便你只要拿不是透明 只要有一點遮光的傘 就可以大概擋住90%的紫外線 那就是擋住紫外線 可以讓你比較看起來不容易變老這樣子 我們的雨傘都很耐用 所以我們在溪頭三角下就是會 有的時候有一個 有客來他就是我們要搞一些消耗品 讓他來買 所以我們就會有我們竹山的農特產 竹編藤編 筷子蒸錫 按摩槌這些東西 就是讓大家來購買 對 就是一些消耗品 不然我們的傘一直用5年10年 結果這個客人一個月來了三次 結果第一次買之後 後面他就好像不會消費了 所以就是整個對工廠 就是提代率下降就是不好的 就是要有讓他花錢的機會 是是是 他不能一直買傘 所以要有一些生活用品 修行用品 是是是 就是有一些消耗品讓他 遊覽車我們也是要賣一些吃的這樣子 那也有一些帽子什麼之類 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拿傘 所以我們就是要配合一些周邊的東西來就是賣給他 然後這邊最前面就是我們的平價傘區 我們就是剛剛講的500塊以下的傘 就是在這一區販售的 那我們最便宜的傘就是199 199包括這一種很漂亮的鋼筆傘 所以他叫鋼筆傘什麼意思 就是他收起來就是細細的一支 很像一支鋼筆就對了 對 它的造型 是很粗的鋼筆 它就叫鋼筆傘 包括像這一種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花一千塊或是兩千塊來買一支 比較耐用的拐杖傘 所以有一些阿公阿嬤就想說 我有一支給鋼筆傘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最便宜的就是大概199這樣子 或是我們現在有做很多可愛的兒童造型傘安全傘 所以這些 所以每個人對傘的這個價值都定義不同 對 有些人就是喜歡買便宜的 因為他認為他常常丟掉 我就跟你講你買一支兩萬的你就不會丟掉 可是如果現在景氣好的話 大家可能會嘗試著想買 現在景氣不太好 就是大家有便宜的銷就好了這樣子 而且出門總是要花點錢嘛 然後又捨不得花大錢 就小錢加減滿 對啊 就是我們就是會搞貴的跟便宜的 讓消費者去做選擇這樣子 好 謝謝曾經理 好 謝謝